给手机充电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,也许你觉得拿起充电器随便充一下就搞定了,真的是这样吗? 其实不然,很多朋友的充电方式,都有错误之处,错误的结果倾则会损害手机,重则会烧坏手机。 手机电量要用完了才能充电,目前大部分智能手机采用的锂离子,LIN电池,并不存在记忆效应。 相反,如果手机电量用完再充电,反而会对手机电量造成损坏,建议诸位朋友电池在10%之前就充电,手机充电必须使用原装充电器,并不是电流参数和原装充电器一致的第三方充电器也可以用来充电,但是要注意品牌和质量保证,充电次数越多,电池伤害越大,和手机电池寿命直接相关不是充电次数, 而是循环次数,假设电池容量为1000毫安时,累计充电电量达到1000毫安时才会计算为一次充电循环。 所以,手机想要随时充电都可以,95%电量,的时候就可以拔掉充电器了,充满电,要立即拔掉手机,如果真是这样,那估计大部分人晚上都不用睡觉了,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手机承诺可以支持过度充电,但是这对手机的电池寿命影响并不大, 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安全问题,出门在外,手机没电也是常有的事,特别让人烦,对于经常喜欢手机上网,出差或者中度手机使用者的朋友,建议你给手机配个充电宝。